字幕提供 作词 或计划 和计划 作词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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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最后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CFOX 本身的一些 Key Features 一些最重要的特性 它的属性 包含说 High Energy Efficiency 它耗电 非常的省电 我们来稍微提一下 然后第二个是谈 Long Range 就是非常的距离 非常远的距离 远距 然后省电 第三个叫 Simple Connectivity 连结非常的简单 最后我们谈一下它的 Security 它在安全上面 怎么来做到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叫 High Energy Efficiency 它的功耗非常的低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这个在电路设计上 都有特别的去考量 那我们来看 等于说大部分的时间 99%多的时间 它都在Idle State 就是说这个是睡眠 IoT的设备 因为我们知道 CFOX本身传输的频率低 很久才送一次 所以可以说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睡眠 所以99%多的时间是在睡眠 但是重要是睡眠的时候 也会耗电 电流还是会产生 因为一些电路设计 所以这个就是功夫了 怎么在睡眠的时候 还是可以非常省电 这个在电路的设计上 就特别特别的关键 那CFOX本身在这方面 应该是有独到的这个技术 你可以看得到 它在睡眠状态 这个电流只有六个 这个NanoA 非常非常小 所以几乎可以 我们叫忽略 如果它不送 长时间的休息 几个月 甚至一年 可能都还可以 还可以运作的 它不会 即使睡眠 也不会很快 把电消耗掉 那如果传输呢 我们知道 传输本身也是耗电的 那传输本身 要传多久 每次传输要花多久 还有每次传输的时候 要花多少电 这两个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Energy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电流方面 在传输的时候 会用掉三十个mA 所以睡眠的时候 是六个NanoA 那传输的时候 三十个mA 可是每次传输要多久 我们看一下 每次传输大概六秒 也就是说 平常都在睡觉 六个NanoA 非常非常省电 好我要传输了 那我的电流 会涨到三十个mA 4 6秒 然后再下来 所以它是这样 非常非常地省电 所以它不需要 因为它不需要去做配对 就不要去跟基地来配对 不要跟基地来建联系 我们知道NVIOT 是要建联系 所以NVIOT 相对起来 这个耗电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 所以不需要做 pairing 不需要做network attachment 所以想送就送就是了 想送就送 那送一次大概六秒钟 那在送的过程当中 大概会耗电 15到45个mA 大约 所以平均大概用30个mA 这个 depends on 我们的晶片的设计 还有payroll的大小 size of payroll 因为速度慢 所以负载多 就送时间长一点 负载少 就是data 少就短一点 所以我这边是说将近六秒 将近六秒 也许有快一点到一秒 两秒也有可能 然后idl的时候的consumption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几乎是可以忽略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小的 6个nmA 非常非常小 所以它在高能源的效率上面 是非常 就能耗是非常的低 所以效率非常的高 好 那第二个就是非常远的距离 我们知道说 它的距离 主要是要看 我们叫做link budget 就是你的这个power的link budget 那以它目前在uplink 跟downlink 因为它有不同的modulation 基本上上传用dbpsk 下行用gfsk 我们注意到data rate 就100个bit 我们刚刚提到100个bit 因为它的每一个channel是100个hz 那一个hz 一秒钟可以送一个bit 所以它的bit rate 是100个bit 是很慢 100个bit per second 是非常慢的 那下载是600个bit per second 下载稍微快一点 那传输的power 大概14dbm 上行 下行27dbm 好 那我们看 它的接收的sensitivity 负130到140几的dbm 这个都非常的敏感 所以收那个讯号是不错的 那最重要是这个link budget 它可以达到162db上行 那下行可以到163db 所以可以送的非常远 那距离最远可以到30公里 甚至50公里 如果中间没有遮蔽物 在非常空旷的地方 可以以这个link budget来讲 可以送到30到50公里 是有机会的 所以它有非常好的 这个长距离的特性 那第三个就是比较容易来安装 我们叫out of the box的connectivity 所以首先要去它的平台注册 代表你买了一个它的东西 所以要注册这个设备 在它的云端上面 等于说注册代表我有购买 那我会成为你的用户 或者你的会员 那个device本身就开始 第一个message 开始送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个 我们叫做subscription 因为它是一个注册订阅制 然后注册完以后 就开始安装 安装也很尖 强调plug and play 就是说你随差即用 就是不用太复杂的设定 就是装好打开 它就会主动 会把封包丢出去了 当然条件是你要有基地台 在可收到的范围之内 所以它这个prolog本身 因个我们叫做moral direction 就是它不用来回去确认 所以它就送出去就对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它不用去跟基地台做配对 也不用去联网 那只要丢出去的封包 有基地台可以收到 那我们知道它会在三个频段 随意挑三个频段 一个封包送三次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基地台 可以成功收到 它就可以等于说 跟网路就通了 所以它不需要 我们叫no synchronization 为整理我 跟网路不用在那边说 我ok了 你ok了吗 这个同步就可以简化 它就我们叫简单的pack and play 因为每一个device 都会把一个封包丢三次 而且在不同的频段 不同的frequency 我们叫不同的frequency 来送 好 那这个假设基地台 在附近 当然这个附近 是只收到的意思 可能30公里外 可能50公里外 那收到之后 就送到云端来了 所以data就到云端 所以所有的user data 都是透过一个cloud 就可以被客户来使用 然后透过标准的API 就可以再存取 看你要把它转到Amazon 转到SEP 这个各种的资料库系统 或者Microsoft的Azure 等于说你可以透过API 可以再 让这个资料的储存跟应用 更大的便利性 然后maintainness 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也不需要太多的maintain 因为它是长距离 然后会自动的 你刚提到这边 我们也不要去做同步 也不要去跟基地台 来做很多互动 那就可以直接联系了 所以它本身又很省电 电池就可以支撑很久 所以你大概要做的事情就是 可能真的电池没电 就换电池就可以了 所以它可以做到 我们叫做minimize 跟easily maintain 就是维护上也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我们叫out of the box 你只要把盒子打开 把它网路上面注册安装 基本上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当然减少了非常多的安装的工作 很多环境常常需要安装测试 然后这个不只是人力 在成本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那设备的维护 这个maintenance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设备常常需要维护 这个需要的成本跟人力 就非常的惊人 那如果要做像这个全球的 那当然刚刚讲 我们本来就会有当地的一个operator 所以如果有这个当地的operator来讲 这个维护就交给那个operator来做 当然因为维护也很简单 所以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最后面这边来介绍一下 这个CFOX的它在security方面 所提供的service 那我们知道一般的安全性 几个方法 一个是认证 就authentication 就是你要是对的客户才能用 这个一般电信公司里面就是靠你的SIM卡 那第二个一般就是靠加密 就是要做inclusion 就是你的data要加密 让别人即使拿得到资料 但也看不懂 所以这两个是很基本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那你怎么保证privacy 就是一个隐私 所以你不容易知道说这个客户是谁 他个人的一些资料 或者data里面的privacy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说 那你资料一定要有我们叫integrity 就是一定要能够一致性 就是尽量保持传输的资料的一致性跟完整性 不能比如说掉了一些很重要的 所以它的security 简单来说可以提供privacy 或者我们说可以有privacy 有integrity authentication 还有competential identity 就是保密的加密这一块 所以这部分来做就是它的晶片本身可以做加密的动作 所以会有加密的功能 然后在传输的过程 它可以用vpn 我们知道vpn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很多企业里面都有虚拟的企业网络 来让资料在传输的时候 透过vpn 所以一般外人就不容易进去 那data放到云端的时候 这个云端本来就会有一些安全的措施 防火墙 然后ids ips 就是入侵侦测系统 或者入侵防疫系统 所以最后客户这边来assess 那这assess可能用https 就是一样要认证密码 然后还有一些加密的data 所以不管是资料的存取 资料的储存 资料的上传 然后资料的产生的传输 这边都用了不同的安全的技术 包含认证 然后privacy 或者integrity 这个基本上都有用到 所以sipfax的这个资讯 或者这个服务的安全度 还是有一个程度 应该不是太差了 应该是不错的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 这个sipfax 它的这个网络的特色 我们说sipfax本身是希望建一个全球单一的IoT的网络 然后现在已经在七十几个国家都已经建置了这个基地台 然后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应用商来跟它合作 然后希望它的这个使用者可以方便使用 然后它可以上行可以下行 不过下行是由上行来驱动 所以我们叫device driven 然后它非常的省电 我们说它在没有传输的时候是六个nano安培 那它传输是三十个mini安培 可是每次传输大概不到六秒钟 那非常的省电 然后可以传输非常的距离 三十到五十公里 可是data rate很低 100个bit per second上行 下行大概600个bit per second 都是算慢速了 那什么样的应用比较适合这样的网络 这个当然还是有一些了 所以我们想不同的LP-WAN的技术其实是各有特色 那各有它特别适合的这些场域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sipfax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总整 好谢谢